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已心取Hate Rodrigo回归的缺烟 因为歌名歌词都提到了美国著名歌手 Olivia Rodrigo的名字照片 就连NB的风格概念也很相似而引起了争议 然后在6月19号,这首歌突然被下架了 今天,根据韩国媒体独家报道 烟纳的心取Hate Rodrigo 因为Olivia Rodrigo的要求 歌名使用Hate Rodrigo争议 以及NB中发现到侵害版权的状况 所以下架了影片 而左属公司目前对媒体表示 发现到该NB的部分片段 涉及到侵害商标前肖像权版权问题 所以在29号转为未公开了 目前正在修改中 对于没有事先通知的部分感到抱歉 然后也想要告知 并不是Olivia Rodrigo方的要求而下架的NB 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相关要求 希望不要散播不实谣言 一开始也拿在节目中透露过 因为很喜欢Olivia Rodrigo这个人 他很发光 所以故意加上了Hate 粉丝们也表示 这不是魔法而是致敬 但是因为Hate不是只有讨厌的意思 在西方国家常常被使用为憎恨厌恶 而Olivia Rodrigo刚好今天回归 结果Twitter上却出现了非常多Hate Rodrigo的标签 不知道这是革命的人看了 可能会误解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太傻了 自以为是致敬Rodrigo直接抄写MV预告照片 真的一点版权意识都没有 甚至革命还叫Hate Rodrigo 在美国主张阻止亚洲人种族歧视的活动 呐喊的口号是Stop Hate Asian 只看这个就能知道Hate的语感了 本来就该换更名了 Hate加西方国家的人民这项话吗 你周围都没有人劝阻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Hate有着那么严重的意思 但是看留言的话很多人都知道 在作曲拍MV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吗 艺人虽然也很无知 但是公司也太有问题了吧 没有参与做制作曲的话 还可以只骂搜索公司 现在怎么办呢 Olivia Rodrigo的粉丝们 正在努力留言Love Rodrigo 在进化相关搜索 有关艳娜的新曲MV被下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女团妈妈母成员华萨在恋爱 今天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华萨与搭自己12岁的圈外企业家A某 偷偷恋爱5年了 是偷偷吗 而且还是华萨追的A某 根据相关人士表示 A某因为与华萨相差12岁 再加上华萨是艺人 所以一开始没有接受华萨的追求 不过现在华萨面临重大决定时 A某都会真诚地给出建议 不过粉丝们应该知道 2018年 妈妈母出演一个节目的时候 华萨曾经说过 自己倒追了一位男生一年 之后两个人在一起了 只是大家都没想到 这是现在进行失业 不过也因为在媒体报道 华萨会离开原所属公司后 马上就有恋爱消息被爆 所以也有很多网友们责怪公司 一离开公司就出现这样的新闻 一看就知道是公司在搞鬼 娱乐圈总是这样 说所属公司爆料骂公司的人 只是想找机会骂人而已 华萨又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 还那么努力地做了团体活动 应该只是公司觉得 没有必要再阻挡华萨的个人绯闻了吧 是华萨自己恋爱了 公司阻挡了五年 应该要谢谢吧 说什么阴谋论 见了五年的话 应该是像手足一样 非常相配的人吧 希望能幸福 所以 对于华萨的恋爱消息 我们一起祝福吧